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香港時間的晚上 我們繼續和大家關注這個 國際局勢 這個是全球 全城最關注的熱點 這件事還未完結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大量親建制的媒體 還有大量建制傳媒 全部跟你說 閃電落幕啊 文匯大公也出來跟你說 正正 要將 事實的真相掩蓋 這件事根本還未完結 可以說得上 現在才是 整個權力爭霸 多方博弈 的開端 為甚麼要這麼說呢 有很多事實支持這件事 我們 從幾個方向去看看 你會發現這件事最奇怪的地方 第一 居然 是白俄羅斯介入 這個叫做盧卡申科 最新最新的訊息 最更新的訊息 就是有消息指 這個普利哥津 跟華格納集團相關的飛機 是在這個 白俄羅斯降落 我相信大家也聽了 Tony分析 各種 背後現在可能發生的情況 包括少姨股 少姨股可能控制了國防部 每一件事你會看到 幾方說的版本 開始完全不相同了 大家不要忘記 原本這個是同一個集團 同一個大佬 現在 分裂了成為三邊 最少 變成了幾個版本 說的東西完全不相同 昨天晚上的時候 英國時間 其實我也一直在看 我當時留意到底有沒有新的 事情發生 普京發表全國講話 普京 發表全國講話的版本 又跟這個普利科津所說的完全不相同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 支持本台的方式 我們是黃色媒體 我們也是反共的媒體 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付費支持我們 我們也 沒有調高過 任何費用 同一時間我們也 免費開放絕大多數的節目 所以也請大家記得免費模式也很重要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尤其是 付費支持了朋友 記得 我們也很需要你繼續用免費模式支持 所以記得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就做了 其實這件事也不複雜 應該大家都做到 希望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 還有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也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阻 我們要回來繼續研究 現在 才開始 慢慢進入氣溢 坦白說 如果24小時 普京倒台了 然後就變天 雖然 也是很值得慶祝 要開香檳 但是 實在是太快了 尤其是西方 好像毫無準備一樣 除了美國 美國在較早之前 就已經有情報了 他的情報 說這個 是普利哥津 是打算要叛變 不過當時 大家都當這個叫做美國吹風 美國在背後搞搞震 也覺得這件事還沒有發生 事實證明美國的情報相當準確 事實上美國 真的有相當 高級的 人員 可以獲得的情報 是相當高階的 中國大陸 美國獲得的情報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 為甚麼美國鎖定了 想動手 就是因為 有高階的情報 是美國能夠獲得 普京 昨晚英國時間 大概10小時之前 發表 最新講話 也宣佈 華格納集團 要在7月1日 也是跟7月1日有關 為甚麼每件事都跟7月有關呢 7月1日說要解散華格納集團 好了 華格納集團 普利哥津 發表 是一個錄音 從多方 看起來 我們現在也假定是普京 在生 普利哥津 在生 我們先不討論這兩個人有沒有被挾持 又或者會不會已經釘了 為甚麼那麼複雜呢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這個是絕對的獨裁者 絕對 是在內鬥 絕對是你沒有辦法獲得 完整的資訊 只能夠從已知道的事實 繼續去退效 當然 普京 被揭發了很久了 普京真的有提身 但是現在 我都傾向相信 普京本人應該未死 所以我們的大前提是 普利哥津在生 這個 普京繼續在生 多了一個大問題 最新的消息 是這個 普利哥津華格納集團的飛機在白俄羅斯 我們如果重新 去檢視他們現在之間的博弈 你就發現了有幾個大問題 白俄羅斯的總統 根據早前英媒 揭露 來自這個情報 白俄羅斯 挾持著 普利哥津的家 這個有機會是叫做計中計 連環計 原本可能他獲得的情報 是來自普京 普京 可能是緊急度調動這個勞卡申科 幫他從土耳其 夾走這個 普利哥津的家 但是 勞卡申科 借這個機會 借這條計 就是跟普利哥津 嘗試達成協議 所以他們現在的狀態絕對是多方博弈 而且 是叫做互相 不信任 互相利用對方 互相利用 幾方的矛盾 在進行自己的路線 勞卡申科很簡單 既然普京你告訴我 普利哥津的家在哪裏 他就有機會 賣一個人情給普利哥津 現在普利哥津 按照他的錄音講話 那個錄音講話也很明顯 應該是發生在兵變之後 我們假設那條聲帶沒有造假 當是真的 如果有真的聲帶這樣說話 應該 應該普利哥津 受到的威脅是有限的 他接受了白俄羅斯的說法 接受了魯卡申科的offer 是真的預備 可能把華格納集團 轉移到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其中白俄羅斯 要維繫這個獨裁者政權 本身就需要靠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 要靠的 是政權本身 不是靠普京本人 雖然他們兩個關係 非比尋常 但是盧卡申科 在這件事情上 是嘗試出賣普京 是有可能 因為看到普京 是進入了快要倒台的危機 現在叫做 買定下一個 買定下一個條線 擁有武裝力量的華格納集團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 以目前觀察到的情況 所看 他們進入了最少 在三方博弈的狀態 還未算 是國防部部長 邵伊古 邵伊古做了很多 奇怪的舉動 普京 在這段關鍵的時候 近乎 是徹底躲起來 反而 變了國防部部長 出來 就是接見將領 做了普京的角色 大家不要忘記 這次清君側的兵變 矛頭一直都指的是國防部 當然我們也說過了 除非 普利哥津的腦袋真的有問題 你要劍指整個俄羅斯的國防部 對普京來說 你一樣是等於劍指著他 是一場叛亂 所以現在出現了 很奇怪的情況 普京由最初說答應撤換國防部 換取 華格納集團 前往白俄羅斯 再到國防部部長高調走出來 反駁這件事 這個本身就等於 大大力一巴掌進去 普京的臉上 普京出來繼續說要追究華格納集團 說要繼續控告他叛國 華格納集團 普利哥津沒有死到 繼續走出來 繼續拍錄音帶 跟你說我現在要去白俄羅斯 我從來無意要推翻普京 大家說話完全不相同 白俄羅斯 肯定是有介入這件事 我們現在幾乎 可以覺得 白俄羅斯 某個程度上 劳卡申科接受了普京的資訊 但是沒有跟著普京的指示 所以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普利哥津可以大搖大擺 去白俄羅斯 但是普京又說要告他叛國罪 那麼現在是不是變成了白俄羅斯包庇 普利哥津呢 他們三方 說的版本 你會看到 是三個不同的陣型 說的東西來的 當中完全簡直是沒有夾過 這樣的事實 也都足夠推敲 他們已經變成了三方 不同勢力 這個其實 仍然是一個相當之 利好的局面 由始至終 要炒車也是你俄羅斯和中國炒車 全世界沒有人炒車 你們一直都在作惡 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內亂的是你們 而且這件事還未完 普利哥津絕對不像南媒 跟親建制媒體 支持普京大帝 傻瓜 他們當然是支持 害怕 怕普京倒下 你害怕錯了 對於大陸來說 他不是真的那麼親暴傾 他要的是俄羅斯繼續支持他作惡 所以你又搞錯了 整班 奴隸秀 一尾幫主子 擔心 現在已經發展成為 幾個 不同的勢力 還未算國防部少醫股 明顯地 出來反駁 普京之前所說的 最特別的是 普利哥津並不是在他們手上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現在群雄割據局面 完完全全 三國演義開頭 東漢末年 群雄並起 大家 都沒有捉到對方 大家又互相不聽對方所說 這樣還不是內亂 什麼時候才內亂 普京這樣搞 隨時變看憲帝 群雄並起 我們下一節還要繼續說 還有其他勢力正在崛起 在這裡搞搞震 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